同兵地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终于的国际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不断崛起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 欢迎收看教书将看天下 这期的话题是 对澳大利亚的反制正在加重 我国政府将在2022年1月1日起 对29个国家或地区降低税率 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 再次展现出了我们的大国担当和宽阔情怀 其中有些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等国 应该警醒和在反华的道路上急流涌退了 下面呢我谈三点 第一 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国家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距离中国近万里 属于大洋州 它四面环海 领土面积769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2.6千万 1788年沦为英国殖民地 1901年组成澳大利亚联邦 1931年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 当前是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 也是联合国 20国集团 英联邦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即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 在历史上 澳大利亚多次参加过美国或英国发动的战争 加入过八国联军 参加了朝鲜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 我军曾经在朝鲜战场上 与澳大利亚的军队打过八次仗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打赢过 回首历史 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经历过三个演变的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长期不承认中国 二是1972年12月承认了中国 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自此开始对华友好 对华贸易关系 也不断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三是近年来紧跟美国后尘 参与了积极反华 第二 离开了中国 澳大利亚举步维艰 自从他们成为美国的反华极先锋后 自身处境 每况愈下 一是中国启动了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反制 我国家发改委宣布 无限期停止 中澳战略经济交往机制 同时声明 澳房对此应承担所有责任 多年来 中澳之间曾经有着密切的贸易合作 2019年前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 双方贸易额高达2350亿澳元 占其对外总贸易的26.4% 从2019年开始 澳大利亚率先禁止中国企业 参与澳5G网络建设 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 阻断了中国企业的投资 在2020年 疫情爆发初期 澳大利亚提出 针对中国进行疫情调查 2021年4月 他们又宣布取消 维多利亚州 与中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 澳大利亚 摩利森 5月2日 让其国防部 重新审查中国租借其达尔文港 99年的协议 并强制让中国企业放弃租赁权 更严重的是 澳大利亚还多次在涉港 涉疆 涉台 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恶毒攻击中国 二是中国停止了进口澳大利亚红酒 这个制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厉的 中国从澳进口红酒 从2019年的零关税 增加到了当前的200%以上 他们已经感到了切伏之痛 三是在从中国进口车用尿素上 遭到反制 据观察者网12月4号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家道路运输协会 最近向其政府多次发出了求救信号 他们的车用尿素 现每个星期都在涨价 现在的库存到明年三月也将完全用尽 车用尿素溶液主要用在柴油车上 作用是处理尾气污染物 优化柴油发动机的性能与油耗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公路运输是国家的命脉 其重型货运车 大都是柴油车 如果车用尿素断供 将会影响到其全国的公路运输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尿素生产国 价廉至高 澳大利亚多年来 都是在我国进口后在加工 针对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挑衅 我国海关总署 2021年10月宣布 严格限制对澳大利亚出口车用尿素 对于不断恶化的中澳关系 其金融评论报最近也发文 对中澳关系恶化的责任 归咎于总理莫里森 他们质疑为什么要与中国为敌 国内舆论也认为应防止 中澳关系继续恶化 第三 中澳关系恶化的原因分析 澳大利亚刻意敌视中国 我认为呢 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 影响到实现自己主导 南太平洋地区局势的目标 二是美国的纵容挑拨和煽动 美国多次声称 不会让澳大利亚独自面对中国的胁迫 但在自身内外交困的形势下 他们只是霸奥视为 撤肘和牵制中国的替罪羊 而不会对其进行有效的援助 三是呢 为了眼前的局部利益 澳大利亚一直企图从中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他们始终在追求更高的利润 但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 四是为了彰显自身大国地位 他们认为自己国土辽阔 但并没有看到本国的经济基础薄弱 而且对外依赖度很高的现实 我欣赏澳大利亚作华大使 傅光汉先生的话 希望中澳关系恢复到建设的方向 中国不愿意任何国家发生纠纷 更不愿意与任何国家打仗 但这必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 必须相向而行 凡是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国家 都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